下面一个特别重要的词 我们来看一看一步步伐步子这个词 就是我们生活中 迈这一步这么一个动作就叫它 我们大声读一下 在这是名词 pace 表示一步步伐迈一步 这个意思 表示这个意思的时候 它跟另外一个词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也是表示一步步伐 再来面 step 表示一步步伐 这两个词一般来说可以替换 一般来说差别并不太大 咱们看一下例子 take one pace forward 叫往前迈一步 或者说take one step forward 向前迈一步 这么一个动作 再比如说quicken one pace 或者quicken one step 什么意思呢 加快了某人的脚步 quicken表示始变快一些 加快了步伐 这是脚步或步伐可以用它 这两个词是同一词 但是pace有一个派生意 这个pace还可以表示节奏或者是速度 节奏或速度 因为步伐有快有慢 它表示节奏速度 好理解 表示节奏速度的时候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换成另外一个词 就是音乐的节奏 这个tempo也行 我们分别再读一下 pace tempo 再来一遍 tempo 这个本来表示音乐的节奏 但拍声音都可以表示速度 这个多做比喻以来 比如说 the pace of life 生活的步调 the tempo of life 生活的节奏 是类似的 就是快节奏的生活 你看 the fast pace of modern life 当代快节奏的生活 就当代生活的快的步调 也可以说成 the fast tempo of modern life 当代生活的快节奏 也就是快节奏的当代生活 表示这个含义 这两个词是可以替换的 我们先把两个含义的替换 先记住 那么pace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习语 顺便可以记住 就是跟上什么什么 不落后于什么 那么这搭配特别好记 就是keep pace with 表示跟上不落后于 字面意思是 跟它保持同步 你卖一步 我卖一步 你卖一步 我卖一步 我不落后于你 这个感觉叫keep pace with 比如说你说 这么一句话 对于一个公司来说 跟上市场的变化 是非常重要的 一旦落后了 恐怕这公司马上就不行了 跟上市场的变化 咱们看怎么说 it is important for a company to keep pace with changes in the market 那么对什么来说 对公司来说 什么是重要的 后面那个to do是真正注意的 跟上市场的变化 这个变化用的是changes 某方面的变化 加印市场中的变化 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这是跟上什么的前进 不落后于 好 这是我们pace这个词本身的用法 但是这个pace表示步伐 再回到这个中心意思 普通的一步叫pace 我们还有一个词叫一大步 往前一个大的跨越 用力跨了一大步 你发现口型就变大了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stride stride 你听stride 卖了一大步 卖过来了 明显是一个大的动作 它发爱的口型 这个也有一些重要的表达 比如说make strides in 取得了常俗的进步 这跟中文这类似 常俗的进步就make strides in 注意加起词音 这个地方用复述 咱们看例子 比如说看这句话 medical science has made great strides in tackling infertility 那么医学 就医疗科学了 就医学的medical science 怎么样呢 在tackle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在那个残潮基本组 那课书讲过 应付处理解决 有个动词叫tackle 动词原型是tackle 在这需要一个动名词 去掉字母e叫ing 应付处理解决 infertility叫不孕症不育症 我们再读一下这次 infertility infertility 就是医学在解决不孕症 这个方面取得了常俗的进步 古代呢 只能去磕头求子 现在呢 我们像北京天伦医院 吃副药 突如突如的生 你看现在已经取得了常俗的进步 mixed rise in 这是大大跨步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用力的往前一跳 一个飞跃 这好像就更远了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这个词 leap leap 这个词做动词做名词都可以 是什么意思呢 就用力的往前跳 而且一般多强的双脚同时往前跳 立定跳远 这个感觉叫做leap 用力的往前跳 大家可能知道有一个短语 叫三思而后行 怎么说的呢 就是look before you leap 这是答案是压运的 look和leap是压手运的 开头一样 就蹦以前 你得先看看前面有坑没有 三思而后行 不能够做事情太冲动 look before you leap 他做名词就是大踏步 用力往前一个飞跃 用力的一跳 咱们看看美国功勋宇航员 尼尔阿姆斯特朗在登月时说的那个名句 你看他是怎么说的 就是这个哥们 他说什么呢 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a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这句话通过电波传到地球上 成为名句传下来了 这个人名字我们也记住了 这个力功力德力言 至少力功又力言了 这个他说什么呢 这是人类 这回个人的一小步 但是却人类的一大步 这个个人一小步 step用的普通的步伐是对的 对我来说 我卖了一步 看似跟去菜市场买菜 卖一步差不太多 但是人类来说 是个巨大的藤月飞跃起来 为什么 实现了当时登月的梦想 终于像后裔 像嫦娥一样 追嫦娥一样 到了这月亮上 实现了千年来人们的梦想 一个巨大的飞跃 这个时候用leap 这个相关词 我们可以把它同时记住 那么我们还又记起来 在15课说过一个 什么非常快速的 这个结构 大家看还记不记得 叫做by leaps and bounds 它的意思表示very quickly 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leap表示用力往远蹦 这个bound bound bound 也可以把它换成bounce bound跟bounce 是类似的 是什么意思 叫弹跳起来 弹登登登登登 弹跳 这个bounce这个词 在15课 我们还没有讲到的 未来会看 15课中会碰到 就反弹起来 是这么蹦 这个动作叫bounce 也可以表示皮球 蹦蹦蹦蹦 这个动作 你看一蹿一蹦 蹦蹦跳跳 蹦蹦跳跳 它的派声叫very very quickly 非常迅速的 我们把相关词汇也读一下 bound bound 在这是复述 它还有另外一个同义词 就是bounce bounce 也行 也是弹跳 这个习语 生活中用的特别多 咱们还是通过一道听力真题 来练一练 咱们看看这个题应该选哪一个 好 全身贯注 我们先来听一遍 他问的是 关于这个女人的nephew 这个人说了什么了 我们再仔细再听一遍 关于这个女人的侄子 或者说外甥 这个说话的人说了什么了 咱们看一个选哪个 大家可能立刻能看到 当然选A he's growing very quickly 这小孩长个儿长得特别快 一蹿一蹦的长 小孩长个儿快 咱们看为什么选A 选A是正确的 咱们看着原文再 再听一遍 一男一女对话 这个男的说 你的这个小nephew 当然我们不知道是侄子是外甥了 咱们比如说 他都叫nephew 比如说侄子吧 你这小侄子啊 一蹿一蹦的长个儿啊 三天不不不见 长这么高了的 这大小伙子了 长个儿长得正快 把lips的量用习语 想到什么 very quickly 这女的说 yes 是啊 he must be at least three feet tall already 他现在至少都有三英尺这么高了 不是三个脚这么高了 这feet叫英尺嘛 至少三英尺这么高了 长个儿长得快 那么后面会说 what do the speakers say about the woman's nephew 关于这女人的侄子 他们说什么了呢 当然是表示 he's growing very quickly 长个儿长得特别快 小A是正确的 这表示步伐 大步 蹦跳 等等等等 连词汇 带相关续语 同时记住了 你看李老师给大家讲的内容 是精挑细选的高频用语 而且考试的高频考点 希望大家不要辜负李老师好心 把它记住 背下来 不是听一遍好玩 那不管用 得背下来 怎么背呢 大声读出来 一遍一遍写下来就好了 好 这个词 咱们重点词看到这儿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重点词 叫逃跑 逃走 我们再大声读一下这词 flee 逃走 或者是逃离 逃跑了 这个词首先注意 它是一个不规则动词 它的一般过去是 过去分词 不是flee的 而是flat 去掉一个字母意 再加字母地 我们分别把三个形式读一下 flee flat flat flee flat flat 动词原形 flee 一般过去是flat 过去分词 还是flat 表示逃走或逃离 注意这个词是不及物动词 它强调什么呢 它强调惊慌失措的被吓跑了 一般出现恐怖的事情 惊慌失措的被吓跑了 一般用它 你看本文中用的就特别准确 咱们看本课书最后一句话 就是咱们62页的第15行到第16行 62页的15到第16行 看这句话 When Mr. Richards walked towards him he fled slamming the door behind him 当理查兹夫人朝他走过去的时候 他吓跑了 用力在身后摔上了门 这个flat在这 就是flat一般过去的事 为什么呢 当时理查兹太太打扮成一个鬼的模样 这人查电表 还以为家里真有鬼 好嘛追我来了 赶紧被吓跑了 你看这个惊慌失措的逃掉 强调被吓跑了 这个用的是对的 但是逃走我呢 有好多好多词汇 我们还有一个词叫浅逃 偷偷摸摸的 趁别人不注意逃跑了 浅逃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这词 abscand abscand 注意这个不是被吓跑了 是浅逃 浅水那个浅 偷偷摸摸的 趁别人不注意跑了 常见搭配 比如说abscand with money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拿着钱偷偷跑了 携款外逃了 用它刚刚好 abscand with money 这是偷偷摸摸跑了 还有一个也是逃 叫做跟情人跑了 叫私奔了 私奔了 我们先大声读一下这动词 elope elope 这是为了爱情 为什么爸爸妈妈不同意 双方老人不同意 但是两个人非常希望到一块 你看 elope with somebody 所以跟某人跑了 跟某人就私奔了 本来两个人情投意合 但爸妈不同意说你这不行啊 孩子太小才四岁 妈妈不同意大脸再说 但是趁着妈妈不注意小手拉小手跑了 elope with somebody 与某人私奔了 这也是个逃走 但是我们有一个词是没有什么特殊含义的 就是escape 就是逃走了 这个没有什么特殊含义了 我们说越狱 escape from the prison 注意这几个词一般来说 都是大多数都做不及无动词来用 记住就好了 这是逃走逃离 放得一块记住 好 这个重点词我们看到这 那么下面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词 咱们看一看 砰的一声 用力关上某个东西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这词 那跟着老师大声来 注意嘴要裂开 发a 把这个嘴角往两边分开 大声那边 slam 最后m 一定把嘴唇避得紧紧的 再来 slam slam 你口型大 口型大 啪的一声 用力关上 一般指什么 关门 关窗户 等等 是表示这个意思 而且表示这个意思的时候 我们先看看它怎么来用 急物不急物都行 你先看不急物动词 the door slammed shut 这个门 咣的一声 关上来 这是不急物动词 这门关上 咣当 可能有人摔门 或者是风大 咣 门 这关上来 slam注意 是中毒病人结 双血m加1d 后面还可以加补充说明的词shut 没有这个shut也行 the door slammed 也行 或者the door slammed shut 这个也行 或者我们用急物动词用法 别摔门 别光光摔门 轻点 孩子睡觉 我们大声度下 don't slam the door don't slam the door 就不要光光地去摔这个门 这是急物动词了吧 使门用力关上 急物不急物都行 而且大家记住 表示这个含义的时候 它跟另外一个词 几乎是一样的 就是也是大声地去关门 而且又是急物又是不急物 这两个词真是可以替换 完全一样 注意发音 不要读bang 那bong bang 那是汉语拼了 不是发ang的音 那前面这个字母a呢 还是咱们以前说的发梅花 像梅花一样 这个a这个声音 后面ng 舌根拱上去 先发a再拱舌根 发ang ang 不是ang 是ang 我们大声度下 bang bang 这个发音比较怪 对吧 是这样的 因为在汉语中 没有ang 这个音节 汉语中有舌根音 但汉语中只有ang ang ing ong 但没有ang 先咧嘴 再拱上舌根 把喉咙堵住 ang ang 在那边 bang bang 这么一个动作 它很别扭 你看刚才的例子 都能替换 the door banged shut 或者是door banged 都行 或者don't bang the door 别光光摔门 这个都行 表示这个门关上 可以用它 这两个词呢 做名词的时候 用法也一样 表示光的一声 这个当名词也行 你看 the door shut with a slam the door shut with a bang 都行 表示光当的一声 这个也行 咱们下面呢 也是听一道听力题 咱看看这个听力题 里面该选什么 同时看看美国老师 怎么读 这些词 好 咱们再听一遍 同时看应该选哪一个 the door banged shut the door banged shut 大家看应该选哪一个 咱们看很容易吗 明显选选选项 the door closed loudly 这个门大声的关闭了 大声的关闭了 为什么呢 我们看着原文再看一看 question number 19 the door banged shut the door banged shut 这个门 咣当一声 关上了 答案当然是D 门大声的关闭了 就好了 而且注意不要读bang 而是banged shut bang 这么一个口型就对了 好 这是第十三课 声词不多 但重点词不少 请大家仔细的多次收看 把重点把它记住 在笔记本记好 反复收看 我们这笔记本 平时没事的放到包里 我们在等车的时候 在车上公交车地铁 没事拿出来翻一翻 多看一看 多翻一翻 把知识点记住 这我们英语能力 才能突飞猛进的 实质性的扎实的提高 好 单词 我们跟老师先学到这